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之前有些人就是说老师站在另外一边比较好 那主持人在那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征求一下观众的意见 看站在哪一边 不要抢走我们老师的风采 虽然已经抢走了 但是我们就进入到正题的部分 那今天我想投资人应该眼尖的 都应该先看到下面的标题 就是因为今天是端午廉假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今天是6月6号 那再过几天刚好就是老师的生日了 生日快乐 额外就是讲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这个礼拜呢 就是要先提醒一下投资人 第一件事情 因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一些小道的传闻 比如说什么端午变盘 中秋变盘 总而言之只要三大节庆一过 大家就认为可能盘式会去做一个变化 那我们今天也会稍微用一下数据的方式 来跟投资人佐证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聘侠的 无稽之谈 所以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我在我的解盘节目 我讲了什么 卖车用族群轮低轨卫星 对因为上个礼拜 就是说从5月中的时间 到6月初的时间 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就做一个族群的轮动 虽然盘式会变 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好的操作节奏 其实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去听信一些小道消息 所以我在我的节目上面 讲了这个族群的变化 那我们就直接来去验证看看 前段期间 我们跟投资人讲了 5309系统电这档股票 没错 那因为这档股票 我们先来问一下 投资人你知不知道这档股票是做什么的 好我们公布解答 因为它很简单 它就是做系统电的 对 他档名叫系统电 它做什么就是做系统电 也就是说一些车用啦 或者比如说它像是胎压侦测器 对 或者是一些电控的部分 对 总而言之这个部分 我们称之为三个字 系统电 这档股票刚好就叫做系统电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族群很广 比如说像逆变器 这个我们上班有讲过 逆变器基本上就是 比如说像太阳能发电 原本产生的是直流电 你要把它变为交流电 那要的东西就叫做逆变器 那它最大的营收贡献 还是来自于车用胎压这个部分 当然它后面也有慢慢切入低轨 所以如果你说它是传统车厂也行 对 你说它现在是新主流的电子股 其实也行 是 表示这档股票因为它非常的多元 因为它做的是什么呢 系统电 对 好 这样子 那它的现行呢 其实上个礼拜就走了一个区间 然后表态喷出的动作 对 这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那可能有一些投资人会认为说 还好啊 它没有很飙 其实没有 它在廉价之前呢 其实就供了一个上涨9%的动作 那基本上等同于涨停了 而且这个动作 它不是在平常的情况之下发生 它是在 封盘之前 也就是在过廉价之前 它上涨了9% 是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贴合一件事情 市场上面很多人会传闻说 端午廉价会变盘 像甚至Tofi 如果你手上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短线的投资人的话 对 交易者的话 你可能会在廉价之前 你是不是会想要把股票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对 因为你认为三天廉价嘛 你不想要花时间去看盘 或者是去研究一些财报的部分 或者是个股的一些部分 对 那你可能就会把股票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或者是因为三天的廉价 你要去改变一个造型 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改变头发 或者去买衣服 买帽子之类的 是 你比较没有时间顾盘式的话 你就会先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没错 但是前面我们讲 你只要抓对族群 你就发现这档股票的主力 他为什么要在封盘之前的前一个交易日 去把股票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表示他针对自己的产业 自己的族群 有他一个自己的结构 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三强调 系统店涨高了 绝对不是要投资人去做追价的动作 而是要跟投资人讲 不管任何的族群 或者是任何的股票 不用听小道消息 他本来就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们跟投资人介绍系统店的原因 那你也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产业 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讲加权指数 因为前面我们刚刚还是讲 还是有些投资人会担心说 老师那廉价一个过后之后 甚至就是市场上面传闻的 就是什么三大节庆后面都会变盘 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掌握这个盘式 还记不记得 当初5月30号我们在讲大盘的时候 对 刚好来到这个点位 当初5月30号的时候 其实我就预告 我说那不是因为什么变不变盘的缘故 而是加权指数也好 个股也好 它本来就有自己的上涨或者是下跌的卖动在里面 是 比如说5月30号 这个我们在现行上面也规划了 我说16808这个点位 这个部分是现货 它是有压力的 这个点位它会有压力 我们是在5月30号就先预告了 结果它是在隔一天才来到 为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多空线 跟上方有一个压力的附云带 那因为这个部分是比较进阶的 那投资人你可以扫描我们前面的QR Code 或者是像主持人前面刚刚介绍的 我们在Lite里面 关于如何修改参数 或者是现行的工具 如何在你的看盘软件里交出来 这个我在我的个人的社群平台里面 都会仔细的教导你们 没错 所以前面我们先预测 来到10808会开始有压 结果5月31号 我想投资人你可以打开现行 顺便复习一下 那一天加权指数的高点 因为那天还有MSCI调整权重 就在16807 我们可以说是一点不差 那这个也不是说 对虽然有点了不起 但是问题是你看 主持人还帮我们鼓掌 然后做音效 但是问题是 不是要告诉投资人说 哇我们可以预测这个点位 因为你得到这一套操作工具 你自然也可以预测得了 重点是盘氏不会因为说 什么节庆不节庆的问题 造成盘氏上涨或下跌 而是它本来就有它自己的结构 那到了今天6月6号 像这个部分 第一个前面我们可以搭配一点辅助指标 比如说上个礼拜 封关前夕 其实KD就已经进入超买 那再稍微往下看到一点点RSI 基本上没办法往下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RSI的部分基本上前面也进入了一个超买的动作 这个会自己跳掉 RSI也进入一个超买的部分 但是问题是以整个趋势来讲 因为RSI其实比较偏向于一个区间型的指标 可能这个指标的下源大家看不清楚 那没关系我们就摄影机拉回来 RSI偏向于一个区间型的指标 那这个区间型的指标 当然现在刚好呈现的是上升趋势 表示如果以中长线来看的话 那这个多方格局可能还没有结束 只是会适逢一些压力 这个都很正常 直到6月6号 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会维持在这一个区间 所以我们就来看下一张图 我相信投资人更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老师今天是不是有这个入手期货是吗 对因为其实平常我们期货的部位 我们就会以当冲为主 现在投资人心脏比较小颗 那前面你看到我们盘式的分析 我们认为会走一个区间 所以今天开牌 因为像我们平常的操作步调是 我们基本上我们一天 通常会尽量让会员朋友们出手一次 平均一下来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会以当冲的方式 那今天我们是站在多方的角度来操作 来我们先看一下讯息 刚刚那个摄影小姐姐非常的贴心 还帮投资人在这个地方拉近 可能会有点反光 但是投资人你可以先看上面第一封讯息 这是我们轰天雷平台的讯息发送方式 我们今天是16525买进一笔多单 那只要投资人先注意 我们今天是进场多单的哦 结果到11点39分 多单有成交的话 这边16625 中间等于是差不多有将近100点的价差空间 所以我们是做一个获利平仓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从头到尾有没有去参照什么 端午变盘不变盘的这些问题 来进行我们的操作策略 对答案是没有的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技术分析工具 搭配一些筹码面 搭配一点基本面 告诉投资人 现在你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步调 做进出场的动作 那你看今天的TIG图 今天6月6号 今天盘市今天可能下来可能也是早盘有一些 投资朋友们去担心说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变盘的风险 对就这个部分 早盘在9点半之前 可能投资人有一些心慌慌啊 会认为说哇市场有没有一些小道消息 因为本来盘市表现的还算相当稳健 结果一个杀下来 大家要开始悲观思考 但是我说我们实务上操作 我们不是这样子做的吗 对 就会按表操课 我们的工具告诉我们 现在发出什么样的指令 应该往哪个方向 我们就往哪个方向做 就是这么样的简单 所以中间你可以看到我们进场 跟获利平仓的时间 时间点基本上 也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 那这个小时 基本上就有将近100点的获利空间 就请投资人好好把握 你看那个我们的主持人 非常的捧赏 都会给老师鼓鼓掌 而且还说老师长得很帅 这样子 这句话没有讲吗 好那我们就往下一张 所以呢这个地方 我们最后还是总结一张表 好 因为市场上面有人 还是会传闻说 每到什么期间就要变盘 或者是盘是即将崩盘 一定都有这一些错误的消息 对 所以市场上面 这是我们上面 从网路上面的截图吧 就有些人说 端午会变盘啊 怕爆什么之类的 其实你可以稍微去 Google搜寻一下 这张表 其实你也可以搜寻得到 你会发现一个答案 其实这段期间 历年端午后的行情 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涨跌幅度 其实不明显 对 对都是在零点几零点几 甚至后五日 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震荡幅度 并不会说很大 而且投资人如果眼尖 来帮我们往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地方 做一个放大的动作 结果你会发现 什么时候会跌 比如像2014年2015年 大盘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 当然它就下跌了 那2017年2018年 大盘表现得不错 所以端午过后 它自然会上涨 所以上涨跟下跌 基本上不是按照 说什么节庆 或者是什么状况的情况之下 它会去做一个变化 对 它就是按照自己的结构 没错 产业的结构 台股的结构 按照自己的结构 去做一个上涨或下跌 是 所以请投资人 不要在这个地方 继续以而传而了 好的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是为了导正视听 当然我们今天除了讲到 期货的部分之外 我们还有讲到各股 Tofi还记不记得上一集 我们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族群嘛 低轨卫星 对因为刚刚我们前面 讲到的系统店 我们也是在讲这个族群 对 因为这几个礼拜六月 除了是老师的生日 这个不要忘记哦 记得要去LINE AT 祝老师生日快乐 对所以除了老师的生日之外呢 还有我们台湾本身 也要释出低轨卫星的频谱 那大家可能都会认为说 我现在上网应该都还OK啊 用5G还都没有问题 所以上一集的节目 其实我们也先跟投资人 去做一个比比看的动作 高轨中轨跟低轨 是 比如说像低轨 因为它的卫星比较矮嘛 所以它的传输耗能 一定是比较低的 延迟性也是一定比较少的 对 那寿命可能这个部分 就会稍微少了一点 那建制成本基本上 因为你打的 升空的位置比较低 所以建制的成本 当然也比较低 对 那重点是大家可能会认为说 我们现在5G上网 我们现在也有光纤啊 为什么会需要低轨 这个地方我们也做了 后面也特别做了一份 认为说低轨跟光纤比起来 比如说低轨的部分 它没有所谓的通讯死角嘛 它可以最终我们做一个结论 它可以上山下海嘛 对不对 无所遁形 那它的传输速度 其实也稍微比较快 延迟的时间也稍微比较低 重点是 我在跟投资人讲这个产业 也许你会认为 我们台湾本土的相关产业 好像发展空间不是很大 但重点是我们台厂 现在打的叫做国际杯 就是希望可以卖到美国去啊 或者是中国啊 欧洲这个我们都有 所以这是一个产业的重点 哎有没有发现一个结论 这个产业的发展 跟端午节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有 对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同样的类股跟个股 投资人你也可以做出一个 同样的结论 那最后当然我们还是继续送好康了 因为上一集我们送的这档股票 今天呢上一集是我们在端午 廉价之前跟投资人讲的这档股票嘛 那今天过了一个交易日 这档股票我们当然还不打算先排 因为这档股票今天虽然有涨 对 但是它的涨幅在0.8% 0.8%等于是你可能跟我们 你现在进场买 跟我们原先的成本价 就差那么几个tick而已 所以你现在进场 其实目前为止还不算完 对这个是你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你可能有一些错误的空方讯息 或者是自己吓自己的一些都市传闻 这个请投资人就不要放进脑子里面了 对你只要掌握好接下来的趋势 按照结构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比如说它营收扣掉4月嘛 因为4月有一点 因为中国大陆封城的关系 营收衰退难免 但是扣掉4月 它的营收是连续21个月是正成长的 它是一档好股票 股价经历了一个全波段修正 目前为止转正了嘛 加上这个族群这个线行这档股票是投资人 你可以去好好把握的 好的 好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 我们再提醒一次哈就是6月 要释出低轨卫星的评谱 以及老师生日 那我讲完我的部分 我的部分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要记得来电可以索取好理哦 好不好 大家要加紧脚步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追踪我们这个 子东老师的这个频道 或是他的这个LINEX官方 那有任何的资讯呢也可以上这个Telegram 然后有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资料 主持人我有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 如果来电索取好理 如果有些人他家里没有电话的话 请问扫描前面的QR Code行不行 可以 对也是可以的 没错 有任何我们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都有贴在我们这个底下这个Bar这边 所以呢欢迎大家多加使用哦 那你感谢子东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内容 那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